世界冠军答案你有用过很多刺客 其中大家在这次四届野赛 印象最深的肯定是他 秀道棒一炸过去 简直5滴没出90 要我眉眼 还要我杀人不眨眼 祝我从此幸福还 祝我枯萎 不度为我碎人 还为我双眸失神 毅然一爆炸 攀音了 这把攻速目光流 把超秀布尔特超坦莫托 摄山击巴刮开 对有这种超奇特 我们照样狂坦门坦 拿下师多杀到底最新版中 该怎么穿不穿不穿 那么夸张的好好享受吧 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 嗨朋友我是MAT TEAM的屋 这次带来的是 这排音 打野的一个实战解说 各位小兄弟也会知道了 在世界赛上 MAT TEAM之前 连追四局而有一局 大家印象深刻 就是一个攀音 一直穿云剑 直接穿进去对面的 这个阵容之内 一杀杀了好几个 千军万马来相见 就是这么的厉害 这一个版本的攀音 大家要用到打野的话 很多时候都会看到 哎呀要奔谁 要奔谁 通常都会看到 这一个攀音的踪影 当然步伐 可能一些英雄 因为有造型 所以特别的强势吗 那就不说谁呢 这里 先看到这 把这一个蓝区拿了之后 先刷一波 这个中兵 这是现今版本 打野的拳 看到一个一下 通的通的 能够吗 他直接起个强化 还是刮得了 死了 不过这里对面 一个晕眩 这小兄弟 没有关系 那这里我们呢 就下一手 大招冲过去 直接拉 不断刮 刮一个 死掉你又死了 一下又刮一下 哎 形式一旦 不对 这里会死去吗 不会 蛇皮走位 让小兄弟去收割 也就行了 那这时间 刚好有个强化恢复 那就不用去回城了 把小野怪 刮一刮 又有血量 为什么刚刚能够 在第一波呢 就收割得了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出装 奥义方面 最重要是奥义方面 很多小兄弟 也用到这司马懿 潘英 就很少去用到 一个权杖的奥义 可是呢 如果大家真的有 那么多的金币的话呢 你就能够打撒逼 用一个权杖的奥义 权杖奥义 对到潘英来说呢 是如虎添翼的奥义 看到下路 这里 过去2A 又刮 不断刮 可是要3A吗 不要先 四机行动 因为小兄弟 能够收割得了 你也不用贪攻 不需要去贪攻 之类的 这里看到 晕眩到吗 要再打吗 先 缓缓 再看到去 这里能够打吗 1A 能够 刮掉了 还有一个 直接 我们 因为什么 不用我们的3A 去进场 潘英 如果你直接 刚刚1A 2A 3A 你都拿来 进场的话呢 有一个 很大的 虐识 就是 你可能 没有办法 逃脱了 你虽然能够 做到 一换一 可是 那样 不一定 值得呀 让对面 布莱特 肥起来 或者是说 让对面 这蓝铢 肥起来 你不一定 是一件 好事情 所以的话呢 我们 还是 不要那么快的 射 技能 出去 你总不能 在前戏 你就爆发了 对吗 持久力 蛮重要 看到 上路 这里是一个 坦克要干 他们 当然能干 他没有模仿 这个小兄弟 就这么收割了他了 看上去 他很坦 对不对 其实一点都不 他的血量 多是多 可是他 模仿出的 少又少 看到这呢 我们先把 这小野怪 给他全身脱毛 这一个红buff 也不要放过 小兄弟 去断这一波 兵线 那我们 就去把这个 红buff 给他拿掉 分工合作 看到 中路这里 又一次 又一次 二 一 直接过去 这样我们就有能量 拐他一下 哇 他还想来 爽吗 落荒 而逃了 哎呀 看到下路 这里 一个集结 小兄弟 走太前 被干掉的话呢 就蹲在这 能够吗 蹲在这 能够杀人吗 的一个 哎呀 哎呀 太爽了 太 爽了 爽了 那这里看到呢 有一只 对面啊 这一个兰奴 我们要进场吗 先别 先别啊 因为对面呢 哎 这 布莱特 到底在哪了 我们还是要 搞清楚 对面的动向 啊 不然他蹲你啊 那你就真的 被后手了 那就 得不偿失了 反而是看到 现在他露头的话 你想进场 就进场 不进场的话 就 很多小兄弟 其实我都发觉呢 哎 玩一些收割型的打野啊 都会说 我一直的在等待收割的机会 反而是经济啊 要多吃一点鸡鸡啊 把鸡鸡给拉高一点点 你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发挥 他招进去了 一个二技能 一个大招 我挂他 我们再来吗 等到一技能 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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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我挂 挂他 哎呦 打过去 不要A了 你A他的话 你就会被打在背后 可是这里 要再打他吗 一二 这样 不就收割得了 布莱特 还有对面摩托斯 一并收割得了吗 这招塔不能守了 这是一勺打托啊 女超还在上路呢 所以 这个塔呢 我们外塔放一放 说 你还来 哎呀 一手大招就这么逃脱了 二一 这样开 你就有能量 记得小兄弟 如果想要去转线的时候 你就直接一个二技能掀开 然后一技能 你的能量就会恢复了 同时你也可以更快的去跑线 看到下路这里 一下已然被干掉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先能来一个进场的机会 毕竟没有什么血量 哎 要进场了吗 要进场 一手 打托特杀了啊 还有车呢 哎呀 又一个了 还有一个布莱特 布莱特 直接跟他一换一 毕竟呢 他拥有像一个安格列 类似的不死之身啊 那没关系 这里呢 我们还是大招啊 当作滑视角 无端的刺激行动 这不是一个好的进场机会 所以说 先把蓝buff给他拿掉啊 如果发觉对面 很多小兄弟都喜欢啊 这个制裁呢 放最后 其实不一定 这里看到 哎呀 想要进场 一 二 哎呀 这个六层血量 就这么 刮他 就 刮掉了 这个伤害啊 小野怪呢 不要拿了 让这个费类小兄弟 回一下血 然后我们再把这红buff啊 给他拿掉 潘因呢 是为数啊 不多的 很需要红buff的 发型刺客 这里呢 我们看到 对面兰朵 想要往左边 我们就 哎呀 哎呀 挂他背后 就这么收割了他了 再把中路兵线 给他脱毛 下路这儿 有人吗 要挤一挤吗 先过去 看一下 有没有紧张 一二 直接过去 挂他 哎呀 挂啊 一挂 就死去了 回首 这里呢 再看到 对面 这个时间呢 一旦 刮了下路 兵线啊 或者是说 对面 蓝buff 这时间 都是可以去拿的啊 很需要你去 把对面 蓝buff 给他拿掉 你一旦 拿掉 对面 整个下一波 节奏都没了 再看到 这 一 我 哎 啊 啊 这个坦克 哎呀 也脚蟹了 一个 就这么 全部人 给他这么 收割掉 对面 一个出来 哎 哎 先绕一绕 先不要去跟对面 这么的 照进 去收割 再把这一个 兵线 等待下一波 刮他 这个塔 对面全部 英雄 被收割 可是快要 复活了 这里能够 收割得了 对面吗 再把上路塔 兵线 给他放进去 看到对面 一个布莱特 我们蹲后 一点点 你这个 我们 哎 先不要打 对面 还很多人啊 等待小兄弟 有了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个 很多人 再我 去跟这个 能够 挂 一个 还有一个 你还想 再来一个 我们不能让你回去 因为我们想 直接赢下这一把 可以吗 这里就能够 干得掉 对面 还 三连杀了 就这么 赢了对面 别让对面 有机会 战机这些 都是其次 能赢下 这一局 胜利 就行了 拿下这一把 哇 十一杀 那么最新版之中 他最适合他什么 英雄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一位 萨尼了 萨尼拥有优秀的 开团能力 并且随后可以用技能 限制敌方的输出 为我们进场输出 创造条件 最大的第二个英雄 就是迪拉克了 迪拉克超远消耗能力 还有控制能力 能让我们在他 一次多个陨石命中之后 选择直接突进 开启团战 压制什么英雄呢 第一个 就是亚联了 亚联大招命中后 我们只需要用一技能 即可轻松 摆脱其锁定 压制第二个英雄 就是这一个 图轮了 我们本身法术 伤害吸收能力 就比较压制 法西英雄 再加上其追击能力 可以使得 这图轮 基本上无法发挥 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 第一个就是 艾蜜莉了 我们在突袭方面 具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如果敌方 正在发愁 如何开启团战时呢 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正如 在艾蜜莉这样呢 在近战 具有统治力的英雄 就非常压制我们 那被什么英雄压制呢 第二个就是 这一个艾蜜了 硬控时分压制 我们的突袭 会让我们无法进场输出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MATIM的 我喜欢影片 的话呢 别忘了订阅点赞 还有分享感谢我们下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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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